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中,摸着眼皮,我们轻松地闭起来。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在面前的画面,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线进来,这个就是违战的意思。 如果我们懂得正确的方法,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轻轻揉揉闭上眼睛的时候, 整个脸上的肌肉也会跟着放轻松。 然后我们就说说佛佛的坐。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大家一整天可能要忙动忙起,现在我们就给身心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轻松,舒服的桌子来打坐。 单盘,散盘,散盘,桌椅子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 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 只要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不容易。 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做得久不容易。 我们现在先以轻松,失败的感觉为主。 我们先不管桌子,好不好看,装不装眼。 我们现在,死败的桌子。 如果我们做到一段时间,哪里有出现疼痛、麻痹的感觉。 我们可以再一次调整,没有关系。 或者想换桌子,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体容。 现在我们扫描一遍就可以了。 哪里紧绷,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调整身体,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很清楚身体,因为我们很清楚身体的放松。 会对我们心理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放松。 我们的心就会来执着我们身体的酸痛。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慢慢观察,慢慢调整。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整个头部放轻松。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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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肩膀,我们的手部,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脚部, 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现在完全都放轻松,放轻松啊。 如果我们感到放轻松的话,它就会像我们本来正在穿着很重的服装。 当我们把那个重重的服装脱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轻松,失败。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调得切到好处的话, 我们会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消失。 我们会感觉轻松,失败。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住在一个宽广的地方。 走着都没有任何人事物,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 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不会有人来干扰。 我们感觉。 我们感觉自由自在。 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负担,一切的关爱,全部都放下来了。 什么负担,什么负担,什么任务。 我们现在暂时把它忘掉了。 我们现在暂时把它忘掉了。 我们现在都没有去想到过去。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只想它也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现在也没有想到未来。 因为它还没有来。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我们先不想过去。 望 dividing。 看看幻想的。 每个蛋它也ивал。 我们怎么 바뀌槽。 obstruct地�root。 normalmente急探索孟。 和我们在做不同选择。 ching。 地标学。 lement地标。 строй。 手之体。 然后我们可以感觉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 也就像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现在都没有任何内障 肾脏肝脏等等内障都没有 都是空心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 身体的中央点位置差不多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 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 现在到达了让我们的心能够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慢慢接引我们的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出身体中央点的时候 然后那个感觉是很轻很柔也就好比我们看到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 轻轻轻地碰出水面上 感觉是很轻很柔 我们很轻轻地碰出水面上 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 感觉好像我们的心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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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完全放轻轻 在这里 我们感觉自由 自在 感觉很安全 没有什么烦恼来干扰我们 感觉没有什么烦恼来干扰我们 现在身体放松 心中放下 心就宁静 定在 身体中央点那里 心越精越定 舒服感越来越增加 自在的感觉 也会慢慢扩展扩大 让我们感到轻松 失败 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了 感觉能够这样宁静 这样休息 我们的心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轻轻松松 舒舒服 我们现在抛开一切 放下所有静定 五塔 现在就让心能够宁静 定在身体的重量点 失败 失败 失败的做 轻松 舒服的做 我们感到很满足 我们感到很满足 轻松 失败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里面 fatigue encaps e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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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擴展 擴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擴展 擴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擴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任何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它们能够离苦的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它们更快乐 愿一些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多长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话 发生的阶停 有静静的身 口 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 都不要去找 也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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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叫任何孙有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 愿我们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 增长 智慧 增长 早日灯正德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小的功德 供应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尊皮之佛 每一尊阿罗汉 供应给我们的 每一位法身法门道师 有荣布祖师 荣布祖师 荣布祖师 有法圣师傅 赞老奶奶 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所小的功德 供应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我也先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我认为我们的身份 我认为我们的身份 余音 saphe bhuta palapata pachekananjayang palam a rahanta nanjate shena rakang phantamisapasoh sapaputhanupavena sapathamanupavena sapasangkhanupavena sapathasothi ahwan dote 请大家以醉发誓的心 呼向随时功德 s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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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佛法 也要谢谢大家 让我们有机会 先使用中文来说法 今天有一个故事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位认为这个故事呢 会对大家有帮助 特别是在打坐修行的这个方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要回到六十年前的泰国 那时候泰国东北部 会有一位很著名的法师 他被大家尊为远离了痛苦的人 如果泰语就说 就叫他泰国里呢 泰国这个字大家应该会很熟悉了 就像我们叫 泰文昆天佛里泰国祖师嘛 就是泰国这个字 然后里呢这个词 应该会像中文说很好啊 很好啊或者好啊这个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好的事 不太好的事情 他都会说哦很好啊 很好啊这个词 然后他的表现 一直以来看起来都好像不懂要怎么把自己感受到痛苦的感觉 有一个故事说哦 有一天有一位居士来 去到寺院啦 因为要自己的家要举办一个活动 所以就想邀请荣布里呢 来自己的家 来为他们开睡 然后就跟荣布说 当天早上我会来迎接您 那到了那天的早上 荣布就准备好自己 但是呢 他等着等着等了很久 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人来了 他就说哦没有来 你很好啊 那我们就吃自己的饭吧 当荣布在吃饭的那时候 大概吃了两三口饭 就有人开车来到寺院了 然后就马上跑过来跟荣布抱歉 荣布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车子啊出了一些故障 所以就来取了很抱歉哦 荣布在吃饭的那时候就停下来了 然后就就说出来了 嗯很好啊很好 那就去那个场地继续吃饭吧 当荣布在坐车的那时候 坐着坐着车就停下来了 然后司机就跟荣布说 荣布对不起 现在车又出了一些故障 让我下车一下看看怎么办 荣布就说哦很好啊很好 我可以停下来了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风景 也很好也很好 他看那个车了很久 然后就又跑过来跟荣布说 荣布可以帮忙我一下吗 你可以帮我推车吗 大家想想 荣布的年纪也不是很小嘛 然后早餐只是吃两三口饭而已 哦 有人邀请推车应该会有一点 不太开心吧 但是呢 荣布怎么说 他会说哦很好很好 我可以动一动身体了 然后就帮忙推车到车可以继续开 然后这个车就开到那个场地 但是时间已经超过了中午 因为泰国法师就是过五步时嘛 所以呢 那一天荣布只吃到两三口饭 但是他还仍然 他仍然微笑着 然后那位居士就马上邀请荣布 上台开市 荣布怎么说呢 他就说哦很好很好 来到就要开市 很好 不是刺激的话哦 不是刺激的话哦 荣布开市完了之后 就有一位居士 冲了一杯咖啡来供养荣布 但是荣布喝了一口 就把那一杯咖啡放下来 然后说很好很好 大家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应该会有人猜得对哦 就是那位居士啊 他把把盐发看成糖嘛 然后就把那个盐 加了进去咖啡里面 接下来就有那个一种地址 他看到了 诶 龙虎还剩下了很多咖啡哦 那我们就 拿来喝一下吧 因为他们认为 这杯咖啡是很值钱的东西 当他们 喝了一口 就把咖啡喷了出来哦 然后就问荣布 荣布 你怎么可能喝得下呢 荣布就说 哦 我喝很甜的东西很久了 这一次可以喝咸咸的也不错 很好啊很好 这位荣布 我们讲到的这位荣布 他不是一般的法师而已哦 他还是 一位著名的法师 所以 就有很多人来供养他的东西 他东西嘛 所以呢 这个东西 这一堆东西就 吸引到了那些小偷的注意 之后 就有一个小偷 闯到荣布的疗房 然后把那个手枪 举着荣布 然后就跟荣布说 大姐 荣布你不要反抗了 那荣布怎么说呢 荣布就说 哦 大姐吗 很好啊很好 那个小偷就疑惑了 问荣布说 大姐有什么好呢 荣布就说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 为了这些东西啊 我受苦了很久 我 还要花很多时间 还要花很多时间保管 你把这些东西拿走吧 我就不用 不要保管他们了 但是这个小偷 又继续恐吓荣布 荣布 就跟他说 这不是打劫而已 哦 我还要把你杀死 因为要干净利路 那荣布怎么说 把我杀死吗 哦 很好啊很好 我把你杀死怎么好 荣布就说 哦 我已经很老了 我死了也很好 不用留在这里送字呀 哦 这个 这一句话真的 让小偷 很惊讶 然后 他的心 也暖化下来了 后来就 决定 哦 不杀了 不杀了 也不 也不脱了荣布的东西了 荣布怎么说呢 他就说 哦 很好啊很好 那为什么好呢 你刚刚说 我把你杀死 我把你东西偷走 你都说很好 现在我不偷 不杀你 为什么你还要继续说 很好 你把我杀死 这件事情啊 也是一个恶业嘛 你死了之后 还要 下地狱 以后啊 警察还要来抓你 你也要 受牢狱之灾呀 哦 结果 这个小偷就说 哦好 那我不杀你 不脱你东西了 后来他就 这个小偷就向警察自首 然后他出狱了之后 就请求 这位荣布 为他剃度出家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来看 荣布 一直以来都很乐观 他这个很好 他很好 他说 常常 他常常说很好这个字 也好 也好 也好像是一个禁言玉语嘛 也可以 能够让 这个小偷的心 从硬硬的变暖化了 我可以认为啊 乐观 是我们可以爱自己的 一个 表现 是我们可以表现我们爱自己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呢 就像 我们呢 通常应该不会有人 呃 愿意吃毒的东西 愿意喝 有毒的饮料嘛 因为我们不想伤害自己 这件事情也一样 如果 我们负面的想像 如果我们负面的想睡情 应该不会让我们的心很 呃 很开心很爽嘛 所以 与其 负面的想像 的想事情 不如我们正面的想法 所以呢 我可以认为 我们正面的想事情 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 保护自己的心的一个方法 然后 我们 常常 保护自己 常常 表现我们 爱自己 应该 会 让我们 打坐修行的结果 所 所 逐渐 进步 当我们的心 平静下来 很快就 呃 很快 心 我们的心就平静 就变得平静了 虽然整天都很盲目 都很忙碌嘛 啊 所以呢 我可以就认为 这个故事 应该会 对大家有帮助 特别是在 打坐修行 这个方面 所以呢 今天就 把这个故事 来跟大家 分享 今晚 容易祝福大家 祝大家 身体健康 心想睡成 早日正得 内在的法身 祝福大家 大家晚安